一大片空地停满汽车 这里是太平区原池光七村基地 景临太平重要的平临排水系统 目前暂时作为免费停车场 根据了解 这块土地属于军方所有 军方员有意标售 在经过协商后 市府争取有偿拨用 作为地方排水设施之用 现在这个置用池工程 因为用地是国防部军备局的土地 那新存也积极在协调国防部跟台中市政府 我们希望由国防部来出去提供土地 台中市政府来编列经费 尽数来做 在100年跟101年的两次规划当中 都希望在这个限制 做这个置用池 那置用池最大的目的就是 延缓这个洪峰造成淹水的危害 地方表示每逢大雨 平临排水系统宣泄不及 导致洪水回堵 造成附近无隔离 饱受淹水之苦 为彻底解决水患之苦 市府预计在这里 披建一座置洪池 市府水利局表示 置洪池面积约1.1公顷 预计往下深挖3.6米深 估计会有32400立方公尺的置洪量 延缓洪峰 减少平临排水系统的负担 降低水患之苦 池光七村的这个资洪池工程是非常需要的 因为附近的不管是从地势来看 或者是从社区住宅的密集程度来看 都需要积极来建设这个资洪池 来解决排水的问题 还有水土保持土石流的问题 主要为了地方可以不要淹水不要太厚 你面对大家快乐 这样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资洪池一定要做 地方对资洪池的避见保持乐观的看法 但有部分居民担心 施工时是否会影响附近民宅地基 对此水利局表示 施工时将会经过详细的计算 不会影响民宅安全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